說故事的甜頭 因為他幾個月大的時候 我就開始說 每天說一樣的故事 叫做 他一整天一直到他睡覺之前 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發現說 哇 這樣一講之後 大概 十分鐘 二十分鐘 好厲害喔 對 然後之後開始就是書展什麼的 我一次都會買大概十幾二十本書 對 所以他現在就很喜歡去書櫃 找書給我 因為他覺得說 這麼多書我都沒看過 他每天都會去翻書來 讓我念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是喜歡這種翻翻書 然後裡面就是有介紹說 飛機場啊 經歷就是他就是喜歡 然後翻 從那翻 他就自己塗顏色什麼的 我就覺得沒關係 然後裡面就會說 這個地方是做什麼的 超級可愛的 然後他現在比較大 就進階本這個 see inside 就是 他喜歡火車 所以他這個裡面 他就字跟剛剛比起來就比較多 然後他就從火車歷史開始講 可是其實小朋友他真的喜歡的話 他就會有興趣聽裡面 對 其實這個 大概念兩三夜他就睡著了 沒有 他就有興趣 好有喔 他家裡都很小喔 好有喔 對 那我覺得那個故事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日常生活中比較難以啟齒的課題 像他去年爺爺突然意外不及 那本我有 對 然後 然後因為你會跟小孩講說 爺爺就是去了Paradise 這樣去Heaven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想說 什麼意思 嗯 他就 你就問他 Where's Granddad? 然後他就說 Oh in heaven 可是他其實不懂 到底天堂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本書 然後他裡面大家就說 有一天這個小男孩 剛好也是小男孩 然後他去爺爺家就發現 其實爺爺怎麼不在家裡面 然後他就一直找一直找 然後他就發現說 從後門走出去 可是看到爺爺怎麼不一樣了 爺爺本來駝背 可能走路有一點不方便 現在都沒有 看起來很健康很精神這樣子 然後爺爺就開始帶他坐上船啊 然後來到一個熱帶的島嶼啊 然後爺爺在裡面就很開心很開心 他跟爺爺玩了一輪之後 覺得怎麼這麼開心 今天做的真的很開心 然後他最後要回去的時候 爺爺就說 那這次旅程可能要你先回去了 這個 這太好了 這個好哭啦 那可是在孩子的想像中 他就知道說 我的爺爺去了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那以後總有一天我們會相見 但不是現在這樣子 其實聽說你也很喜歡那本書對不對 我根本不敢講 我講第一次大男生講 然後自己在那邊 對啊 我們男生 男生哭都要撐喔 就這樣 上個廁所 我小朋友 不過因為他年紀小 他其實 他其實沒有像我們那麼多的回憶 跟想像 那只是讓他能夠 對於這個爺爺或是這個長輩離開 好像感覺有點連結 不像我們有那麼多的情緒 只是我們是不是真的期待 很多媽媽都會這樣期待說 我是不是所有這些類似 難解釋的死亡啊 性教育啊什麼 通通都藉由故事書 然後就這樣子默默的傳達就好 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其實呢不管是說故事或者是繪本 他其實都是 他的效果都在 就是說 像剛剛說爸爸媽媽說故事的方式 其實他可以把你想要去傳達給孩子的同理心 或者是對一些生死的概念 或者說包含是一個就是說 重視這個互動的關係上面 其實他都可以從說故事或者是讀繪本裡面去傳達 就像說爺爺過世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對應的書籍 對 那不過在這個部分呢 我會建議爸爸媽媽可以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生死其實不會只有一本書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多去看幾本不同類型的介紹 這個時候讓孩子對於同樣一件事情 有更橫向的思考跟更多元的觀點 不過其實在想我看到底哪些事情 比較用故事來跟他們溝通會好一些啊 對 就像媽媽每個都這樣講 但是故事其實有一個魔力 當你把書拿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不是只有用說的 還有一個圖片 還有一個情境 孩子要的是多感觀的學習 這樣的多感觀學習 孩子會硬在腦子裡 所以他的效果會變得很好 我舉個例子 我最常用的來 生活習慣其實非常好用 我們第一點 生活習慣 它裡面大概是講說 食物它分成四個顏色 我們小朋友最討厭的大概就是這個顏色 綠色對不對 看到綠色 對不對 綠色 所以這時候這個書就告訴你說 吃綠色家族東西大便會很健康喔 請問什麼樣是健康的大便 而且吃綠色食物不會生病喔 來 這一個圖非常的棒 大便健康 就是要講這個樣子了 就是要講這個樣子了 現在變焦了 真的嗎 有眼睛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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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 還不是只有一種喔 如果它剛好是圓圓的 有時候大出來是這種 楊妹妹大便 媽媽 我今天的大便怎麼 硬硬圓圓的 很痛喔 這個就是沒有吃青菜 你可能要多吃一點青菜了 像這樣的生活習慣 我覺得很適合用來教孩子 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很適合用是情緒的部分 因為情緒在華人 教育非常的缺乏 對 情緒就是你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對 你們都以為情緒只有開心跟難過 喔沒有喔 它還有很細微的部分 像這一本 還是會知道說 難過 難過 難過它是有等級的喔 一點點下癒就一點點的難過 沒有人陪我玩再難過一點 然後 有沒有 親愛的人理我好語就像死亡 他就更難過 所以我的小孩我大概 三歲到六歲 很適合做情緒上的繪本的教育 特別是這個年紀 再來 社交互動這一塊 其實很多書也有啦 如果什麼情境該說對不起 什麼情境 該去跟人家說你好 再來最後一個 就像剛剛一來媽講的喔 很難起死的一堆 一堆姿勢 是 假設小孩要怎麼生存 我們總不能說 這是爸爸媽媽嘿嘿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小朋友 媽媽什麼是嘿嘿啊 對 因為我們就可以這樣看過去 不用講得那麼仔細 生死這種東西 可能要一點情境 我覺得就非常的適合 對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這樣 然後有些是剛好小朋友 到了這個時候 可能要學習什麼的 比方說我現在要開始學會 怎麼坐馬桶對不對 對 安東媽媽你好像你有的撇步 沒有 就是大家媽媽都有一本 因為那是教育局給的 因為安東現在 有嗎 有嗎 怎麼都沒有啊 教育局其實不知道 不是說很正式喔 因為 因為安東很少看中文書 他也不是字 所以我發現這一本非常 非常好用 因為安東到了要 那個 應該要學會 借尿骨的典籍 他現在兩歲多 我們的方法就是讓他 看我們上廁所 所以他就有興趣 他也買了一個小馬桶給他 他有興趣 坐在那裡 要擦擦屁股 讓他不會拖 對 那讓他看我們上廁所之外 我就會念 每天晚上會念一本這個 我的小馬桶 就教育部給 我覺得很好 是因為他看了這本書 他看了這本書 就是哥哥的 對啊 哥哥的肚子 對 這些字我都沒有念 我就照我的方式說 然後他 大便在尿布 然後最後 奶奶送了一個禮物 是馬桶 上大號要在馬桶裡面 所以他現在就會告訴我說 我要去上 他還不會控制 但是說 我要去馬桶裡面上廁所 我基本上就是這一本 大家媽媽都有 這本很好用 可是其實我 在他一歲多的時候 我常給他看的是這一本 就是 小兔子的 因為他那時候喜歡 小兔子 然後 這個小兔子就會教他 因為都是看圖說故事 小兔子就會教說 衣服要這樣穿 不可以從腳上面穿 不能坐桌子 要坐在椅子上面 對 吃飯 不能這樣玩 看書 然後到最後刷牙 到 睡覺 頭要在哪裡 很簡單的 免費要蓋在哪裡 自己這樣子 穿衣服 這樣的生活習慣 對 我就會念這個 來讓他自己先上手 他自己的生活習慣 一來媽咧 你有自己的方法對不對 有 因為呢 小朋友都其實會很害怕看牙醫 我自己的預設立場是 小朋友一定都很害怕看牙醫 都會 我就會看到小朋友在那個牙醫診所面前 哭鬧 我不要進去啊 或是進去就是 嘴巴怎麼樣也不打開 然後就又回家這樣子 所以在 一來大概幾個月大的時候 就會開始用那個 那個布幫他清 清舌胎啊 什麼的 然後慢慢就是牙齒長出來之後 要去牙醫那邊屠佛嘛 對 那我想說我先來講一個有趣味的故事 叫 鱷魚怕怕牙醫怕怕 這故事很有趣就是 他就講說鱷魚住牙啦 然後要去看牙醫啊 然後他自己也很害怕 想說怎麼辦 我要去看牙醫了 不知道牙醫會對我做什麼 殊不知牙醫想說 天啊今天有鱷魚的門診 我也很害怕 會不會他一痛就把我手咬掉 所以就是兩個人在拉去 想說我也好害怕 你也好害怕 然後到最後 那個牙醫師謝謝他 你今天沒有咬斷我的手 那他也謝謝牙醫說 還好你今天沒有讓我很痛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 你只要乖乖的刷牙 好好的刷牙 照顧你的牙齒 你就不用常常來看我這樣子 好棒 不然你說直接逼小孩刷牙 他就覺得很討厭 對 然後什麼每一顆牙齒刷15下 最好那個時間 對啊 不過在這裡有一位媽媽呢 其實她也算是我們 這個很多小朋友的偶像 對 我認很久了 很多人是聽她的聲音講 我認很久了 金儀姐 對 她是怎麼樣 她是 她其實她從很早以前就開始 有接觸這個童書的錄音 然後甚至還唱歌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要介紹這份 因為我的小孩大概有才1歲左右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最適合 就是教他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